再来一块关心今天的天气了 随着高压势力再向西 往台湾的方向伸展过来 今天各地会感受到降雨趋环了 那么雨势都会比较短暂 范围也更加的缩小 逐渐转为多云到勤的好天气 但是也因为云量减少了 就意味着高温酷暑天也要回来了 包含明后两天 这个周休假期都会是高温而炎热的天气形态 我们先回来 先回过头看一下今天的雨区预报 首先因为今天的风场是转为了南南东风 因此在中南部东南部地区 恒春半岛是整天不定时 仍然有震雨或者雷雨的发生 那么其他地方云量开始减少 逐渐转为多云到勤 但是清晨时分在西半部地区 可能仍然有一些局部短暂震雨的机会 而午后西半部的山区 还有东半部的山区 也依旧会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不过整体来说降雨都已经 稍微的减缓降雨的范围 也减小比较短暂了 那么高温的方面持续看到了 这个云量减少 温度也是慢慢的回升 今天呢 个体普遍都有33到35度左右 高平地区 还有东半部都容易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尤其是在花东纵谷一带 今天可能又会出现 38度的极端高温 全台都是呈现一个比较闷热的情况 外出一定要留意 多补充水分 至于未来天气情况来说呢 明天环境风长 转为东南风 至偏南风 水气是持续的减少 在清晨 西半部虽然还是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不过呢 白天各地大多都是 多云道晴 高温炎热的 午后雨还是有的 但是比较零星 而且局部性 主要是在西半部 还有东半部的山区为主了 那么星期间开始 大家请留意了 天气是会更加的稳定 但是是呈现干燥 而且非常酷热的天气形态 体感上来说很难受 高温会持续的往上飙 甚至有机会再次挑战今年的最高温 台北市来说呢 到了星期天 体感温度预估会有40度以上 那么稳定的好天气 一路持续到下星期二 一直到了下周三开始 因为高压势力再度冬退 午后降雨的情况 才会更加的明显 这次就是未来一周的天气概况 那么接下来几天 因为水气量开始减少 进入干燥而极端炎热的天气 这个周休假期外出 还是要留意下高温的情况 避免中暑了 接下来就带您关心 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